大家好 今天老李要去补点厨房用品 那就去我家附近的这家家具店叫Nitoli Nitoli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当心大家对宜家这个品牌是家喻户晓 而且是非常的追捧 而在日本打败宜家的家具品牌就是Nitoli 但很多人可能知道日本的无印良品 无印良品和宜家的销售额加在一起都不到Nitoli的一半 而Nitoli的销售额是宜家的七倍在日本 可以说宜家在日本是惨败给这个Nitoli 大家知道宜家的设计风格是北欧的简洁风格 Nitoli当然是更倾向于日系精致 注重细节有设计感 而且木质石木的这个材料用的也比较多 真的是可谓物美价廉 Nitoli是同一家一百多平米的这个小家具店 慢慢的发展成一个几百家分店的连锁家具店 那它的这个百分之九十的店呢是在日本本土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逛逛吧 这个区域啊是这个儿童书包 日本的儿童书包特别独特 而且是世界文明 很多这个来到这旅游的这个家长 都会给孩子带这个日本书包 他呀日本的小学统一用同样的这种书包 是政府规定的都要用这种书包 这个书包呢是多功能书包 除了能装书之外呢地震的时候 大家知道日本是多灾的国家啊 地震的时候呢 它可以放在这个顶在头上 防止坠物非常有弹性啊 非常结实 然后背在后背呢 如果后面有车转过来 也能给小孩子一个很好的缓冲 如果掉到水里 他还能浮起来啊 是非常多功能的 为孩子考虑的一个 一个学习用具 所以是非常受追捧啊 这个书包 好书归正传 我们来到在卖这个餐具的地方 老李啊要补充几个盘子 因为老拍视频 用同样的盘子太单调了 其实呢 这里的盘子啊 挑出设计感好的呢 并不容易 大部分还是这种 普通的这个家庭用的盘子 真正要买好的 有特色的这种瓷器啊 应该日本是有专门的工艺品商店 日本有很多像这个京都这边清水烧 非常文明 他们烧制的瓷器 从设计上 从右色上 都非常漂亮 木制的 木制的 不太好配菜 沙腊之类的东西啊 这个蓝色挺漂亮 这个图案也还行 哦 哦 OK 先选这几个吧 相对这里的盘子呀 我倒是觉得这个包装纸的网格 特别有设计感 我更喜欢这个包装纸 这个质地特别天然 这网格既有这个设计感 还有功能性 就是它有弹性 增加这个弹性和这个保护吧 对瓷器 嗯 再看看锅厂啊 再看看炒菜的铲子 消耗品 最近因为拍视频拍的多了 锅用的也太厉害了 那不粘锅也再换一个了 那我要买的这个就是 煤气和电都能用的 因为我用的是电磁炉 嗯 不是所有的锅都能放在电磁炉上 所以要买一个在IH标志的 就是电磁炉 每次来我都会特别喜欢 那个日本的这些小碗 这些碗因为日本人吃米饭 而且爱喝汤 就喝那个味噌汁 味噌汤 啊 所以他们对碗的这个使用 特别多 需求大 这样呢 出来这个不同种类的设计呢 也就多 那有些图案和颜色还是很好玩的 啊 菜板 大家都觉得我那黑菜板酷 其实那就是白菜板的背面 黑色比较特别 而且它也能把很多刀砍的痕迹 给这个磨损的痕迹掩盖起来 不是我的多高级 这是偷懒的办法 这边还有一些装饰 在大门口或者花园里摆的一些小装饰 其实它的这种风格品类和一家非常像 那无印良品呢 比它还要再 我觉得再仙气点 更简洁 更谗艺一点 这个Nitoli和一家 都是比较接生活气息 接地气的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的观点 在日本打败一家的Nitoli 希望以后大家有机会 在日本的时候来逛一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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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